每天每天都要50萬元 介紹慈濟 分享主統歲月精神 佩勒西亞市物資發放現場 愛心啟動 尤其這些家庭裡都有身心障礙者 當他們復出時 代表了他們心靈富有 在副市長致辭並鼓勵民眾之後 發放物資動線順暢進行 黑豆食用油 糖 通心麵 餅乾以及毛毯 讓住在高山氣候區域的他們身心溫飽 大愛新聞之下 美志工吳慈田彭敬之 瓜地馬拉報導